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晉晉今年四岁 她有一个妹妹 到现在就未到一岁 晉晉很爱她妹妹 整天都逗她一起玩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妈妈都会说故事给晉晉听 但这一晚 晉晉在房间里面 一直都等不到妈妈来 晉晉走出房间 见到妈妈正在陪伴着妹妹 晉晉说 妈妈 你说故事给我听 妈妈就说 妹妹她病了 妈妈 我要照顾她 没有空讲故事给你听 嗯 晉晉她很不开心 她觉得妈妈现在 只是爱妹妹 不爱她了 晉晉拉着妈妈的手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乖乖乖乖 但妈妈就说 我现在不空burn 爸爸说故事给你听 好吗 晉晉就大哭起来 Approximit 我不要妹妹 我不要爸爸 我只需要妈妈 Марш 我不要爸爸 这时候 爸爸很温柔地摸摸晉晉的头 蹲下来和她说 晉晉? 爸爸很温柔地摸晉晉的頭 爸爸都会好像妈妈一样 那么爱你的 爸爸抱抱你,好没有啊? 进进点点头 爸爸将进进抱回房 然后将他摆在床上面 跟着 爸爸拿了一本超人故事书出来 对进进说 爸爸和进进 改一个关于超人的故事 好没有啊? 进进点点头 进进很喜欢爸爸讲的故事 原来爸爸讲故事都很好听的 说完故事之后 爸爸就问进进了 你想不想玩些大哥哥的游戏啊? 进进就说了 是不是在面皮里面探索的? 好啊 于是 爸爸关了房间里面的灯 进进和爸爸一起躲在屁窝里面 开始玩贪险游戏了 他得到爸爸的陪伴 并且知道 爸爸妈妈一样的爱惜他 于是就不再哭闹 享受和爸爸相处的时光了 当爸爸妈妈比较注意兄弟姐妹的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妒忌的哦 因为我们要知道 爸爸妈妈是很爱我们的 只不过是因为兄弟姐妹需要比较多的照顾 所以爸爸妈妈才会分多一些心思和时间给他们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乖乖地自己玩 又或者主动提出帮忙 一家人呢 就会更亲密 更开心了 好了 故事来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赞好和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